中華文化講關帝 主持陳曹光 又回來了,我身邊有楚琦和Andy 剛才我們在未講廟或家庭的關帝之前 我想問一下,我們剛才那兩節都講過 回家裝了關帝 請了關帝,擺好信譚 需不需要開綱? 開綱在宗教信仰中是一個加持的理念 但我個人覺得,在風水角度 真正好的風水上乘就是品德 關公為何會保佑我們 為何會教化世人,全世界各地人尊重 就是他的律德 如果你的人夠正的 能夠學習到關公的精神 其實你誠心去上這炷香 等於就已經是開綱了 你這段說法呢 跟我們上一集請了 洪哥,賴志雄發政來講 關於開綱 又是一樣的 洪哥說 當然他道教有道教的開綱儀式 亦都有行藏儀式 但最終洪哥說了一句說話 我覺得和你今天講的非常配合 其實你心誠意證 你去拜關公 本住這個心誠意誠 其實關帝的靈自然會在關公身上 關帝是很正氣的 他會保佑正氣做好事的人 如果你一路拜關帝 一邊做壞事 想一些壞事 關帝都不會保佑你 但如果你個人是正的 信奉一種正面的方式 好好的立品做人 你拜關帝上這炷香 這炷香 他其實已經是收到 他就是真正的發揮作用 Andy 我看到你有些疑問 那有沒有一些儀式 即是拜關帝的儀式 例如上幾家鄉 有多少三貴九溝 沒錯你說的當然是儀式 儀式是一處鄉出一處禮 每個人的做法不同 剛才我聽祖光講過時間 曾經有一些模式 有些朋友會三貴九溝 這個三貴九溝其實是所有的拜禮當中最鼎盛的禮 證明做這件事的人 非常尊重關公 如果說到在習俗當中 香有分三種 一支叫清香 三支叫一炷香 九支叫請願香 如果有些人很急 有些很急的 願望要許 或者我兒子考試 親秋關公幫幫手揭揭書 告訴他在哪裡提 舉個禮 或者可能做生意的朋友做剪頭髮的 薩朗生意差一點 很想急急請關帝 通常是三煮九支香 是急的 三支香就叫做煮香 你這樣說我又有些理解 譬如我們經常說清香一煮就以表忠心 清香一煮就給祖先 我來拜祭你 即是急的 就不要急 即是簡單的儀式 三支就叫做一煮 一煮就清香 等於早茶吃過飯 點過叉燒包 煮兩龍蝦糟燒賣 那就簡單一點 一煮香的時間 一煮香的時間 已經不急了 我們剛才說到家裡的拜祭儀式 我自己在黃陽關帝慈善基金會裏面都學了很多東西 那裏面 確確實實你剛才一來到講的那個 就不是一種宗教迷信 他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而是譬如說儀式杜三教都有他的思想 對於我來說尤其是儒家思想 仁義的思想 對我們 無論是對我或對全中國的人民或中華文化的文化核心結晶 就在仁義深性那裏 對於我來說 為什麼我這麼尊敬關帝 就是在這個方向 我們之前也說過 有一個說法 全國 處處有關廟 永遠都有關帝的神威 你怎麼看 譬如說我們中國人對關帝的信仰 在一個地方立了一個關帝廟 這個廟對地方的影響 你怎麼看 從風水的角度 其實我都很多 因為我是做企業顧問的 做了32年 我從1992年入行做風水 其實我做了很多企業的諮詢 他們都會問 企業什麼時候上市 或者財運怎樣 質問很多東西的 其實很關心的 一個人看自己的運 不能只是看自己 首先一個人 他是一個 一個個體 首先我們說 一個人好 一定要家好 個人好要家好 家好要國好 其實國好要整個世界好 這樣才是真正好的 所以我們在說 家共家臣共關帝 就整家人好 但如果你在某一個地方 有關帝廟 就那個地方所能都會好 如果全國各地都有關帝 就整個國家都好 乃至全世界 其實我去到美國 澳洲周圍去演講 我都見到 真的是世界各地 乃至台灣 日本到處都有關帝廟 其實這個足跡就告訴大家 其實關帝都很大公無私 所有道之處都很希望 將這種正義精神 能夠普及到 其實全世界的人都好 所以其實關帝廟 只要開到哪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那裡的風水 自然都會好起來 這個我都同意 因為中國傳統精神 文拜孔子 舞拜關帝 其實文武 兩個都代表了中庸仁義 從頭到尾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幾千年文化 心性學的人義學說 都是鞏固著我們全部中國人 中國的精神 剛才Andy 問了你很多問題 我想問一下 譬如說 又回到地道一點 例如我拜關帝 有很多 譬如說 有些拜神 說我要捧一隻燒豬去 我也要捧一隻乳豬去 那麼 拜關帝有沒有什麼 儀式或者規定 有的 其實關帝我們叫三獻禮 三獻禮 首先關公是喝酒的 如果你拜觀音 就不要下酒杯了 還有中國傳統文化的 叫酒滿敬人 抹酒一定要滿 茶半才有禮 沒錯 所以其實關帝 如果你是供奉拜神 首先你要準備三個茶杯 三個酒杯 通常就先喝茶 再喝酒 就不要調轉次序 怎樣為止先 怎樣為止後呢 當我們面向神台的時候 我們的右手邊 其實就叫先 左手邊就叫後 我們看古書也是這樣看過 右手邊先 右手邊是先的 左邊才是後的 所以茶杯是放在右邊三隻 酒杯就放右邊 左邊反過來 右邊先 先三隻茶杯 然後左邊三隻左邊 但是我們一般見到 是會前後的 沒錯 前後也可以 但如果有幾種擺法 通常來說 高腳的杯就叫酒杯 平腳的杯就叫茶杯 我見到有些朋友 共奉神台 六隻都是酒杯 一隻是六隻茶杯 噢 這個我們沒有留意的 Andy我們要回去 我們要見到一下 我們做弘洋關帝文化的 我們今天就學到東西了 回來我自己要檢討一下 對呀 還有你喝酒喝茶也不要喝錯 你的酒杯一定要是滿的 先茶後酒 這個禮儀 製品又不是有什麼規定呢 製品呢 通常我們說 其實真正三敬禮 實質細化叫四敬禮 敬禮是敬什麼呢 上完我們的香之後 其實很關鍵 第一個就是 先敬酒 第二就是敬肉 以前是用野豬 土豬 現在就用燒豬 通常拜關帝有燒豬和燒肉 紅皮赤壯 這個說法我又有些經驗 為什麼我的經驗呢 警隊裡面敗關帝 通常都會找燒豬 尤其是我們警察一升級 即是一進升就敗關帝 這個幾乎是傳統來的 誰升級就會去買一隻大燒豬 回去敗關帝 但是呢 我又去過山西 在山西祖廟看祭關帝 它整隻牛整隻羊 放在前面 整隻 放在祭台上 是 很厲害的 這個是大禮 這個地方大禮 叫三生 但是又是這樣 我又見過 有些又是沒有三生的 就是敬齋的 敬鮮花水果 沒錯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 一枝香 一柱香 以及請願香的區別 你可以簡單到鮮花水果 這是簡易的方式 就是等於一枝香 另外燒豬是一柱香的方式 而大禮三生 造竹 就是九枝腸圓香 喔 真的要小心 不要說自己喜歡多少枝 其實 一三九都是單數 單數是屬羊 在逆經當中叫其數 激數 楚奇你對逆經都很熟悉 我也忘記了 九好像都是所有數字 叫做老羊 老羊就是我們叫頂成的數 九之後就歸圓 所以九之香就是請願最大念力的香 就是這個原因 剛才我們一直說的 包括祭祀 例如祈求 我自己 很少會發願祈求 通常我拜祭關帝 是尊敬關帝的忠義 我對這個人 或者這個神 這個弟 是一種崇敬的心 你見到他自然 內心的那股正義 就會彰顯出來 自己也會有些激動 我就會這樣 很多人會拜關帝 有些祈求 剛才也說了 關帝又主文章又主母曲 讀書也是他 武功也是他 怎樣求呢 怎樣求 剛才我提到 上香 就是放了茶杯和酒杯 案台上要放好東西 另外一個 其實就是我講的四敬禮 先敬香 再敬酒 再上乳豬 再吃肉 跟著這時候 就是吃水果和糖果點心 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燒關帝衣 是 這個關帝衣 很隆重 整套東西 帽、衣、蟹、蟹 全部齊了 做完之後 就要化一些寶 化寶 錢、金、銀 我們知道傳統習俗當中都會有這些 如果真的要求 首先 就好像 祖光剛才提到的 心念一定要靜 你的願望一定是助人 利他的 或者是愛護家庭的願望 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要請願 不要點一枝清香 我們說一枝香是最基本的 最少 去到大時大節 九枝香也不怕 請願香 那時候就告訴關帝 急急如來令 我現在要請你幫幫忙 關帝爺爺照著 有這樣的說法 還有擺桌面的水果 有些禁忌 這個真的要聽聽 不要亂買 對 不要亂買 有時候我們說雪梨就不要擺 雪梨不要擺 因為代表分離 不好 意頭 還有羊土 有人不要擺 羊土 首先 代表是一種 有戰爭殺傷的意思 不是和平的 另外 蘋果 很多人覺得是平平安安 但有些風俗地方是不擺蘋果的 是的 還有一件事 剛才提到讀書的小朋友 看春秋 原來春秋的書有分打開和收買 有兩個成像 如果打開的春秋 做生意的人是不可以供奉的 只能夠讀書的人供奉 因為打書等於 就是匹笨匹笨 賠錢的意思 是的 做生意的人 做會計文職的 就是捲著本書 打開的書 是被讀書的人說的 他們會不會都不是用書 是用那些卷族 因為書有一種書的意思 有些是打開的 有些是打開的 專門是文昌的 因為民間 我知道 電造這些關公像是很多商家做的 福建 周圍有很多地方 各形態各異 細化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是科普關公的科學 文化 文化的角度去講 不同角度 可能是這麼有趣的 關公打開的 還有接著一本書 為什麼呢 多一點跟大家去講講 如果你跟朋友旅遊 或者買關公像見到 你就可以 好像聽 祖光的節目 有提過 你可能會想起這個片段 其實從歷史上說 如果關帝爺的年代 就是這個三國時候 應該是觸簡 不是書 沒錯 但他真的有這些帳 還有很有趣 關公當時有個帳 看春秋的時候 他是這樣看的 一手捧著春秋 夜讀春秋 夜讀很重要 因為夜讀 含意到他人 不會被女色誘惑 還有晚上 光線不夠 關公就用蠟燭 在月下 很暗的燈光去看 關公的年紀 有點老花 他一定要這樣 才看得清 這樣就看不清 但未必是老花的 氣勢 這是關帝爺的 帝王之勢 這是說笑而已 剛才我們說了那麼多 拜關帝的禮儀 其實是一個禮儀 禮儀也代表了中國文化 裡面的傳統先進 有禮儀代表這個社會有 禮儀之邦 是文明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一講 說一講關帝廟 有關帝的地方 應該怎樣去拜 或者怎樣去看 祈福 好 OK